在如今高油价的背景之下 如果你买车 你会买什么样的车 买重电车 当然了 如果是选自主品牌的高颜值 高品质 还有大空间 通过信号 以及摔电少台SUV 你会选什么车 选比亚迪 别说啊 比亚迪刚刚上市了一款新的 唐一味了 非常适合你 随着我去看一下吧 突然看到唐一味的时候呢 让我想象不到 这是王朝系列的场景 我们看到这个唐的前脸的变化 与老款呢 是变化比较大的 首先来看看前脸的设计风格 前脸呢 也依然是这个龙脸的设计风格 但是由以前的这样一个叫前格山呢 变成了一个封闭式的造型 更凸显了它电车的这样一个属性 看它前脸部分的细节 我们看到它的大灯呢 是龙眼设计风格 然后汉字标凸显出来 使它的封闭式的前脸看上去 更加的这样有一个拉伸的感觉 同时我们看到它的下包围处这一块啊 主要是有一个 这样一个贯穿式的日行灯的设计 在行驶的时候 它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 来到侧面我们看到它的轮毂 和轮胎非常有特色 它是半封闭的这样一个轮毂设计 然后是20寸和21寸可选 轮胎呢搭载的是比较高性能的 这个米其林的运动轮胎 BC低重呢 是属于隐藏式的设计风格 然后有两条这样一个镀个装饰来进行点缀 使它的车顶的悬浮的感觉更加的明显了 然后呢我们看看它的这个车身的尺寸呢 也还是属于这个中大型SUV的这样一个尺寸 那么它的长度呢达到了4900毫米 它的宽度是1950毫米 它的高度是1725毫米 轴距呢是2820毫米 比老款车型啊 是长了大概30毫米的轴距 尾部的变化呢 跟以前的老款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啊 依然是这个立体式的双层贯穿式尾灯 点亮之后辨识度非常高 观众我看到了 这个膛下面有一个4.4S 看这个车呀 它的提速就是4.4秒了 进入唐一威车内呢 它整体跟老款的变化不是很大 关键是有一点提高了它的这样一个档次的 就是属于有很多的 纳帕真皮的包裹在里边 比如说门板的两边 还有中控这个这边 还有座椅都是属于真皮的 然后中控这一块哈 我们看到的两块屏 一个是液晶仪表屏是12.3英寸的 UI界面非常清晰 而且是3D立体的感觉 所以整体的感觉更好一些 更科技一些 我们再看看这样一个可以旋转的 自适应可以旋转的旋幅屏 15.6英寸的哈 它可以进行这个90度的旋转 然后搭载的是D-Link 4.0的智能网人系统 唐一威呢这款车值得点赞的两个标配系统 那就是人脸识别系统 在你行车分神的时候 或者是疲劳驾驶的时候 它会提醒你注意安全 还有就是属于WHUD 这样一个台显功能 也是属于标配的 所以这款车 它这样一个人性化 安全性的这样一个配置 让你开起来更安心一些 进入第二排呢 这台车呢是属于三排六座车型 所以呢第二排的座椅是相对独立而宽敞的 然后得益于它的一个轴距2820毫米 所以它的腿部空间 显而易见是很舒适的 做了一个标准座椅 然后有一拳 两拳 三拳的这样一个距离 然后第三排呢 虽然这个座椅啊 是属于这个备用用的 但是呢它的腿部空间 也依然有接近一拳的距离 所以它也得到能够保证 那么我喜欢的就是这样一个六座呢 中间通过的时候呢 你看还是比较的顺畅自如的 所以很好 而且大面积的天窗呢 它的通透性也比较不错 这款车型其实我觉得 对于很多这个二海家庭来说的话 是非常的适用的 这款车有两款电池可选 那就是90.3千瓦和108.8千瓦的 这个磷酸铁锂刀片电池啊 这个技术非常的不错 快充呢就是大概10分钟左右呢 就能增加140公里的这样一个续航 所以你自驾旅游出去的时候呢 还是挺方便的 还有一点就是属于对外放电部分呢 是6千瓦的这样一个外部放电 比如自驾旅游露营的时候 使用起来就更加的妥妥的方便了 怎么样 2022款的唐一威 它的变化还是蛮大的 尤其是它的前脸 由以前的不封闭 到现在的封闭式设计 而且更加的时尚和亮丽运动了 同时呢 它的续航也是600公里 635公里 730公里的超长续航 比以前的老款车型 是大大提升了 车主朋友们 能够更多的来关注一下 2022款的唐一威 到底会带给你什么样的 更多惊喜吗 谢谢大家